嘻嘻嘻嘻 Hello 大家好 我是航母豪的賴王這款小小忍者 好 這邊有一些測試說明 遊戲的話是跑酷型玩法 然後跑酷 那現在有音樂 但是因為它遊戲裡面蠻多版權音樂的 我剛剛上傳了 兩次啊 剪輯啊 都吃版權音樂 所以我現在就全部靜音 所以之後會配一些BGM 好 我應該是在測試衣服啦 那它好像只有流Line 我查了一下好像沒有臉書啊 小小忍者有查到的是那個火影忍者 也是非正版授權的火影忍者 那這個不是啦 這個是 它用一些那個 忍者亂太郎裡面的一些模組吧 一些形象啦 我們來改一下 我們把背景音樂關掉 然後這樣就有音效 好 我們先玩一場 好 這個是我剛剛打的 一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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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然後一隻四 來吧來吧來吧 冒險一下 跑酷型玩法就是 忍者必須死的啊 一樣的玩法 就上下然後去移動 跳躍 有二段跳這樣 要上下 然後這個有夥伴功能 好 我們就躲避 外面比較可愛啦 越來越難了 前面還算簡單 這遊戲是有點抽卡啦 抽火關這樣 然後命的話就是加生命 這個是什麼 有些不知道 因為我才剛玩而已 還有防護罩 防護罩是不是 哎呀 受傷啦 大砲 皮卡丘 長得像皮卡丘的 皮卡丘大量發生中 在日本的那個活動 其實如果你們有關注的話 你們會發現 喔唷 那什麼東西 好 防護罩 錘子強盜啊 呃 有時候就是這樣啦 就是我第一時間已經玩過了 有些剛講的東西我已經忘光了 我剛講什麼 就直接玩吧 我快死了 哇 還好過了 我是選這個哈姆 這個女生 一開始有男生形象跟女生形象 可以讓你選 然後這是夥伴 就是狗狗有點像人結關太陽的那個狗狗 好 音效蠻大聲的 我們小聲一點點 在音樂我會開比較小聲 好 然後有等級可以練等 好 開寶箱 然後這個是 大碩有變身系統 可以變一些龍貓啊 變一些熊貓什麼 好 跟著引導吧 就用那種 半引導式的就是玩到一半然後有新功能出來就會再引導你這樣 我是上人啊 陳卡是上人 然後可以升星 好 繼續冒險 第一張就這樣過了喔 第一張 他這個關卡有這個精英模式的啊 就是可能比較難 軟的關卡嗎 難易度喔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好 我是哈姆 可以改變外觀 就是一些比較 日系的那種 卡哇伊的風 有卡哇伊嗎 也沒有卡哇伊 好 簽到 還沒有開 三之二才會開 福利的話啊 目前沒有啊 這就是那個新兵衛是不是啊 有點像新兵衛 忍者亂太郎裡面的角色啊 亂太郎嘛 新兵衛 一個常常流鼻涕的 一個小胖子 應該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他有一首歌啊 元氣百分百嗎 以前蠻常聽的啊 然後這個是手除吧 0.99是不是 禮包內容 沒有 這買禮包 然後有這個 強力的夥伴 開服狂歡 其實我剛剛這些都沒怎麼看 因為我就玩一下下而已 想說跑酷嘛 這就是亂太郎 他都用那個一些非版權的圖片嘛 一些角色 所以他的音樂也就是亂用啊 我剛剛 那個YouTube偵測到 還有偵測到火雲忍者的 裡面的一些PGM嘛 全部都偵測然後都不一樣的 就分好幾個段落 我也沒辦法把它剪掉 然後我就手動剪掉再上傳 結果他又偵測到了 就是有時候 他那個影片是這樣 就是你上傳一段 他有版權 你剪掉 再上傳 還是有版權 他又偵測到別的部分 一開始沒偵測到 之後會偵測到 他需要一點時間啊 好活動 這個是體力啦 三個時間可以零體力 稍微看一下吧 月卡 美金計價 是直接公測了是不是啊 那我看一下他的那個 大概什麼時候開始測試的好像 8月幾號啊 大概8月1號左右吧 看起來 好他更新是說8月2號啦 反正就是 近日應該是開服吧 公測 大概就8月2號吧 今天已經8月13啦 我這邊有一些日常還沒開 禁書還沒開 喔他還沒開啊 喔有啦 陣法變身稱號 好 夥伴就是 現在有這個忍彈嘛 就是那個狗狗 然後我們這些忍者分攻擊 防禦 輔助 我們這個狗狗好像是 防禦啦 他有些技能 防降暴擊 加45 然後你也可以成長一下 一鍵升級 不能升的 不能超過隊伍等級啦 我這個等級可能是5啊 隊伍等級是5 所以就不行 然後這邊有一些卡通人物 這個熊本熊是不是 他這邊是鋼本熊嗎 熊本縣有一隻吉祥物叫熊本熊 熊本熊本熊 好這邊中人是紫卡 上人是成卡 還有一些 忍者造型啊 好這邊新兵會在這 新兵會 新兵會大家可能認識吧 可能知道 沒有語音 然後這個他們那個忍者學員裡面有一些女忍者 女班 女生班級跟男生班級好像是分開的啦 好可憐喔 小學就被男女分班了 我們是國中才男女分班啊 然後甚至有那一種 全部都男生學校的 全部都男生的學校 大家會叫那什麼學校 你們知道嗎 和尚學校 好可憐喔 和尚學校 就是有一些以前 以前有一些工專有沒有 就是一些商專 商專可能就全部都是女的 他就是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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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士商啊 士林什麼什麼女士商啊 或是什麼什麼工專 全男的這樣 然後如果你是念一些普通高中 可能就會有男女合校這樣 但是他盡量會分班 但是有部分會男女合班 因為沒辦法湊出啊 就會把某些班就變成男女合班 那我以前高中念的是那一種 男女合校 國中也是啊 國中也是啊 但是都分班 只有那種姿優班 或是一些美術班 音樂班 才會有男女合班 或是有一些異類組的 他湊不牢那麼多人 就湊成一班 或是三二 其他類組的 他就沒辦法湊嘛 又把男女生湊成一班 然後我們那種 純男生班就會很羨慕 哇 你們班有女生啊 真羨慕啊 對不對 我們這個全男生 都湊男生啊 都湊男生有什麼好處 講話肆無忌憚啊 就很粗啊 很黃啊 很黑啊 這幹嘛啊 那個會受傷喔 對啊 那個有危險的光束 有危險的 誒我們有盾 這就是 我覺得是簡易版的 忍者必須死吧 然後也沒什麼劇情 但是他是有夥伴系統的啦 就是你可以跟夥伴 符合 一開始可以 有四五個人吧 他有那個 引導啦 但是因為我現在已經沒有引導了 因為我已經玩了一陣子了 從路 我們就有盾 這個木箱應該可以打爆了啦 但是我覺得我現在攻擊力好像不太夠 沒辦法打爆他 應該可以打爆他 還是我受傷 吸 應該是吸錢吧 是嗎 對啊 吸錢 劉神 掌 強敵出現 怎麼還沒有技能 因為那個忍者必需時這邊會有一些技能可以用 忍者必需時 變化比較多 不過那個代理商應該也換人 已經不代理了 沒有賺錢 好 一門國際服 好 恭喜通關 好的 果拉果拉果拉 就是一個 簡單的跑酷遊戲 年齡層會比較低一點 我覺得 我昨天玩的年齡層比較低的遊戲 果然沒人看 果然沒人看 我看一下是叫什麼名字 叫做 前天玩的叫做 曹陵王國起源 曹陵王國裡面都是一些 曹晚阿 曹晚的角色 那我就判斷這個年齡層比較低 可能沒人看 果然沒人看 有點慘有點慘 反而就多玩吧 我是這樣阿 就先多玩 我7月跟8月都比較忙阿 就多 比較忙 反而就多玩 為什麼 因為我就沒有去剪輯影片 沒有去做開頭嗎 做一些心得阿 剪輯阿 我想說以後就這麼躺平了 就這麼躺平了 好 第一張 這邊要三星通關喔 哇 還不行 你要去完成 才可以全拿這些獎勵 這邊有一些劇情任務 好 那大概就這樣吧 大概就這樣 當然也是有一些活動啦 護遊戲 但是我覺得他就用一些 忍者斷太陽的例會吧 那種畫風 OKOKOK 那就先這樣囉 我是哈姆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訂閱 點讚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掰掰 我們下期再見 好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 小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